国际足球,巴萨逆转,黄马战平,马士双雄军取胜,蓝军登顶英超北京时间9月15日22点15分,西甲第四轮,巴萨赴阿诺埃塔球场挑战皇家社会,上半场,主队中尉埃卢斯顿多凌空抽射破门,一边在战,巴萨三分钟内利用脚球机会,由苏亚雷斯和登贝来连下两成反超比分,最终,巴萨克场 2比1逆转皇家社会,取得连赛四连胜,比赛亮点,西魔消除,自从2017年在阿诺埃塔球场取胜,打破多年作客不胜记录之后,巴萨克场对阵皇家社会已是三连胜,立竿见影,在换上库蒂尼奥和布斯克茨两名常规手罢后,巴萨三分钟内逆转取胜,汉别族坛,赛前,皇家社会被阿吉雷切举办退役仪式精彩 在回放赛前,皇家社会被俱乐部功勋球员,31岁便因商宣布退役,达阿吉雷切举办退役仪式,梅西也为他送上礼物 第十二分钟,皇家社会开出定位球,进区内的埃克托莫雷诺投球顶道罗贝托手上后,埃卢斯顿多凌空抽射破门,皇家社会一比零巴萨 第三十六分钟,登贝莱开出脚球,皮克投球顶远脚稍稍偏出,第四十一分钟,皮克禁虚内一次被对手拉倒,又自己有手球的情况 下打门被努力挡出,主裁经VAR之后给了巴萨脚球 第五十八分钟,阿尔巴左路船中,登贝莱投球攻门偏出,第五十九分钟,皇家社会反击,帕尔多鞋塞,奥亚萨巴尔稍作调整抽射高出 第六十分钟,皮克中场铲球失误,特奥的球后小角度爆射,被特尔施特根挡出 第六十二分钟,帕尔多直塞,胡安米街队友协船推射,被特尔施特根挡出 第六十三分钟,巴萨脚球机会,皮克投球攻门被努力扑出,乌姆地地百度,苏亚雷斯软战中破门,皇家社会一比一巴萨 第六十五分钟,库地尼奥穿云剑被努力飞身扑出,第六十六分钟,巴萨脚球机会,努力将球击出后,登贝莱扫射产生折射破门,皇家社会一比二巴萨 第七十一分钟,特奥禁区内解为失误,苏亚雷斯顺势道沟打门稍稍偏出 第七十九分钟,梅西内切都射打高,全场战霸 巴萨克场二比一逆转皇家社会,出场阵容皇家社会 一路利,二,萨尔度亚,十五,埃卢斯顿多,六,埃克托莫雷诺,十九特奥 埃尔南德斯,四,伊迪亚拉门迪,五,苏维尔迪亚,十四鲁文帕尔多,十七,祖鲁图萨 十,奥亚萨巴尔,七,胡安米巴塞罗那,一,特尔什特根,二,塞梅多四十六七,库地尼奥,三,皮克,二十三,乌亩地地 十八阿尔巴,二十罗贝托,四,拉基地奇,十二拉菲尼亚,五十七,五,布斯克茨 十美西,九,苏亚雷斯,十一,奥斯曼登贝莱